好,今天有在場很多我們民間的公益組織 包括董事基金會、敦安社會福利基金會、新光福祉基金會 還有我們張老師基金會來共襄盛舉 在統計數字上看起來台灣還是一個自殺率比較高的地區 特別是青少年自殺人數有上升 我們看統計數字上 台灣第一區2018年到2019年18歲到25歲自殺人數 15歲到24歲的自殺人數從211個增加到257個 所以青少年的自殺防治在現階段是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 事實上我們以前是當醫生在集中症 要搶救一條生命相當困難 閩南話說大人看,小人看,要把一個人救回來多麼的困難 所以怎麼會有跑去自殺,我就覺得這實在是很不應該 不過抱怨沒有用,我們是要很務實地去處理問題 事實上我們目前台北市政府的自殺防治中心 結合了精神醫學、心理諮商跟心理治療 特別在我們在校園有建構這個醫療網 能夠提供學校老師就近的協助 我們也研議了台北市校園自殺防治的指引 來當作老師的一個察覺的工具 事實上我們目前在學校當然有極任老師 在有心理諮商的老師 事實上如果有問題的話,我們會再轉介給精神專科醫師來處理 事實上我們常常說我們感冒 或是說隨便講骨折,你去看醫生你覺得蠻自然的 可是心情不好,或是說他有這種自殺的想法 所以他去看醫生他覺得好像很不好意思 其實很多憂鬱症,他就是腦內的神經鞍 就是這種神經傳導物質有障礙 其實吃藥以後是很明顯的會改善 所以事實上憂鬱或自殺的這種傾向 有很多他只是一個心理疾病 經過治療以後不敢說百分之百會變好 但是可以改善很多 我們事實上看在統計數字上 對有些那些自殺意圖的人 有經過這種心理治療,兩年內的追蹤 他的自殺的機率會下降63% 所以表示說有很多這種自殺的問題 其實就是一個精神疾病 經過治療以後可以改善很多 我們今年台北市推動世界製造防治活動 以守命生命樣起來當主軸 讓我們要呼籲市民共同來參與 有四個要點查、詢、聽、轉 查就是察覺、詢就是詢論 這聽就請聽,然後再轉介 坦白講你的周邊的朋友心情不好 你跟他問一問,請聽他一下 他有時候心情就差很多 如果他真的很多這種憂鬱症 我們也鼓勵他去尋找精神科的專業 不管是精神科的專業醫療 或者是心理諮商 有很多是可以改善 我想這樣也可以避免很多悲劇的發生 所以希望透過我們的努力 讓台北成為一個健康的城市 好,謝謝大家